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自從我在兩天前在勒斯東撿到這一份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出境申請書 華僑專用 這回網路上熱議 大家開始當柯南 當福爾摩斯 這個蔡同學身是沉迷 真的沉迷 太奇怪了 然後她填的這個表格 跟別人長的都不一樣 但是這次我覺得實在是搞不懂 她真的是革命之母 她真的是華僑 我也沒意見嘛 她30 40年前 她可能是歪國人或者是什麼 你就算是歪國人好了 你填這個表格怎麼會日期前後都不攏 填寫的日期 竟然比核准的日期晚了一年 這不就跟她當時什麼口試通過通知函 竟然比她的博士學位通知函晚了一個月 意思就是我先告訴你說 你拿到博士了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才告訴你說你口試通過了 不然蔡同學這一生的經歷都覺得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違反邏輯啦 愛因斯坦的那個相對論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時間 因為愛因斯坦的這個時間的概念使得就是 人要回到過去不是不可能當你的這個速度 如果我物理沒有忘記的話應該就是超過光速之類的到達一個極限之後 那個時間的順序就會顛倒 所以我覺得蔡同學應該是 如果愛因斯坦是一個理論物理學家 那蔡同學應該算是一個實驗物理學家 她把這個時光倒轉的這樣的理論完全從她的人生當中給實踐 所以我撿到這一份 這個所謂的再出境申請書我下巴都掉下來了 我這不可思議的事情 好了講到這個就讓我去想到那個神秘的1983年蔡同學的神秘的1983年 所以我手上有一張我跟大家說過的入出境資料查詢名冊 這份是去年12月 我們透過律師去跟姚念慈法官 特別地方法院法官說 我們需要一份蔡英文的1983年當年的入出境資料 為什麼要這麼說 因為蔡同學曾經說過 姐姐特地飛來英國倫敦陪我參加口試 雖然後來被踢爆說那裡是波士頓不是倫敦 可是她又透過這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有一個這個什麼Rachel McGuire 突然說蔡同學的口試是1983年10月16號 後來查到說1983年10月16號是禮拜天 自從本節目揭穿它是禮拜天以後 我們再去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或者倫敦大學 查詢問所有有關蔡同學的口試日期的時候 他們都說October 1983 她再也不敢說哪一天了 有趣吧 好她再也不敢說哪一天了 那個連元龍律師更好笑 偷偷遞了個狀給台北地檢署 台北地方法院說 她的這個口試日期應該是10月17號 應該是禮拜一 就跟那個偷偷把網路上那個 姐姐特地飛來倫敦陪我參加口試 一樣改成 姐姐蔡英玲與我合影 可以證明什麼 證明Bingo了嘛 證明被我們抓包了 所以她才要改嘛 好另外還有一個 為證物 假設我們調的這個入出境資料查詢 都是對的 假設是對的 因為她這個表格跟正常人不一樣 是另外打過的 那麼這裡面說明了一件事情 蔡英文跟蔡英玲都在1983年10月15號出境 10月30號入境 出國了16天 到底去哪裡呢 這個我們待會再談 他們兩個同一天 從那個時候叫中正機場1983年10月15號 兩個一起出境 那怎麼可能是姐姐特地飛來倫敦陪我呢 因為她原本的口試 她原本的照片上面的圖說說 博士口試姐姐特地飛來倫敦陪我 姐姐飛來倫敦陪我 意思就是我在倫敦 姐姐不在倫敦 從某一個地方飛過來 好這是文法嘛 姐姐飛來倫敦陪我 可是她提供的出境資料 明明兩個人1983年10月15號 同時出境 至於出境哪裡我不知道 好了問題來了 我們向台北地方法院要求調閱資料 是要要求三件事情喔 第一個就是1982 1983 1984這三年 蔡英文跟蔡英寧的出境資料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出去哪裡 目的地在哪裡 第三個 中轉地在哪裡 我們問的很詳細 因為我們知道 1983年沒有直飛倫敦的班機 所以我們要問哪一天出境 到哪裡 中轉地是哪裡 我們問了三個問題 後面兩個問題完全沒有回答 然後我們再去韓 台北地方法院要求說 我們上次要求查詢的資料 就是我們要的物證 問了三個問題 你怎麼只給了我一個答案 然後 就 退庭 後合辦 然後就不經居題 直接通緝 因為接下來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就是我們碰到的怪事 好 今天呢我覺得我還要再來公佈一下 就是我要再來重新溫故知心一下 蔡同學的這一份 就是另外一份勒斯東撿到就是蔡英林的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出境申請書 好 這下來了喔 她的這一份申請書 跟蔡英文的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呢 她們兩個都是同一個時間左右申請的嘛 如果就這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 給我們的這個資料 移民署給的資料 她們兩個是搭同一個班機出去的吧 1983年10月15號 兩姐妹同時出境嘛 對不對 10月30號同時入境 那她們兩個應該申請的是同一個時間 申請的應該不會是差好幾年嗎 應該就是差同一個時間 前後了不起差幾個星期或幾天申請 所以她們兩個申請的表格應該長得一模一樣 我這個邏輯同學同意吧 各位同學同意吧 她們兩姐妹同一天出境 同一天出境的話她們去申請 出境的表格應該長得一樣對不對 大家聽懂我說的嗎 你們兩個同一天申請出境 同一天出境 那你們兩個同時申請表格應該是長得一樣 聽懂的認同的請家一 認同的請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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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同的請家二 結果 姐姐蔡英玲的表格 跟妹妹蔡英文的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呢 嗯 不一樣的是 蔡英文的表格上有海外僑胞專用 蔡英玲的表格上沒有海外僑胞專用 她們兩個同一時間出去 所以應該是在同一批去申請 申請的表格應該長得一模一樣 可是蔡英玲的沒有海外僑胞專用 蔡英文的表格是海外僑胞專用 你說這會不會是不小心拿錯表格 欸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蔡英玲的核准章有三個章 蔡英文的核准章有六個章 蔡英玲的核准章有不准延期換證 還有一個華僑在出境還有一個章是在台原有戶籍 這個為什麼兩個人申請同樣出境 一個是華僑專用 蔡英文的是華僑專用 蔡英玲的是沒有華僑專用的一般申請表格 那為什麼蔡英玲的 蔡英文的多了一個不准延期之外 還有一個在台原有戶籍還有一個華僑在出境 有宇宙政經學院的董事們告訴過我說 他說他還記得當年他出國的時候 他因為是外國籍所以他就要有一個回台灣以後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他說他當時出國以後拿到了 拿到了這個美國國籍之後他就把中華民國護照給燒了 所以他在回台灣之後就是外國人外國人 那但是他有一個代價就是他每次回到台灣來好像不能待多久 因為每個時代不一樣現在好像不能待超過半年 你待超過半年就非法拘留嘛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在限期之內出境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蔡同學會有個章叫做 叫做不准延期華僑再出境 是不是這個原因哪 另外他又不是他又不是什麼奇怪的 久居僑借幾十年 他竟然改了一個在台原有戶籍的章 這什麼意思呢 我真的不懂在台原有戶籍 所以同樣一個時間 兩姐妹同一個時間出境 兩個人填的出境申請書 竟然是不同格式 但是有一個地方是相同的 就是他們兩個都去了 美國不是英國 可見先不講蔡同學 蔡同學的姐姐蔡英玲 是在1983年的9月份 填這個表格 預定 他是1983年8月24號填這個表格 然後他預計出國的時間是1983年 就民國72年的9月 後來呢我們查了一下他的出境資料 就法院給我們他9月沒有出境 他1982年11月10號到1983年10月31號 這中間他出入境的只有三筆資料 1983年7月15號蔡英玲入境 1983年10月15號出境 1983年10月30號再入境 所以中間沒有 可見他這個申請表格 在民國72年1983年8月24號填寫的這個表格 是為了1983年10月15號出境所填的 那麼這張表格上面又給我發現了一個令人下巴掉下來的事實 就是他姐姐填的目的地跟蔡英文一模一樣 填的是美國 什麼時候美國跟英國合併了呢 我經過了72小時我仍然百思不解 請宇宙正義學院的同學給我解謎好嗎 我簡直就是被他的這幾份東西弄得腦霧啊 我出現頭暈然後注意力不集中 然後甚至就是嚴重的時候 有一種叫我氣笑的感覺 我完全不知道 是我頭暈倒水 還是到底發生什麼事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我還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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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here for you just to align Can't see but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it's a different way to risk it So I hope I find someone If I turn down, go down the river, I turn Will you leave me there? Will you come down soon? Will you say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ay? But they are all with you If you don't okay, it's nothing new It's like watching the sad side Headside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watching the movie And you see your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a cloud in my eyes It's like a cloud in my eyes It's like a cloud in my eyes I hope I find someone And wow I hope you'll find someone When Yes Здعل Oh S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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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經 關不了 關不了 正經 有一個關鍵日期 到現在英國倫敦大學 跟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包括犯罪集團 真的不知道怎麼面對 那就是那個1983年的10月16號 Beautiful Sunday 這個美麗的星期天 到今天為止 已經是被我們揭穿了兩年半 整個犯罪集團完全不敢解釋 為什麼這一場神秘的口試 會發生在星期天 連英國倫敦大學跟政經學院都避而不提 現在任何人去查詢這件事情 得到的答案都是 不是Vexatious 就是說資料顯示是在1983年的10月 哪一天不敢講 說不敢講就不敢講 然後另外有個心虛的這個連元龍律師 在遞給台北地方法院的狀子上說 當年口試的日期應該是1983年10月17號 那你不是講法跟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不一樣嗎 好 各位可能會問我說 哪裡誰誰說他是1983年10月16號 會不會搞錯 不會 來 有兩個地方只稱他是10月16號 我先說其中的一個 最早說蔡同學的口試日期是1983年10月16號的 不是路人甲喔 是誰呢 是Information and Record Manage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有一個人叫做Racher McGuire 倫敦政經學院的資料與記錄經理 人家是管Records OK 所以管倫敦政經學院的檔案資料的人告訴我們說 蔡同學是1983年10月16號 口試的 口試的 而且後來我們提出了好幾次他都沒有反駁 所以怎麼樣呢 你不能不信啊 那這個是怎麼來的 好 要公佈一份神秘的資料 這份資料呢是 Racher McGuire 這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Information and Record Manager 寫給 Michael Richardson 我們的這一位 Atoa的宇宙政經學院的董事 這封信呢 是From GLPD Information Right 就是說 Michael Richardson透過一個 所謂的GLPD的查詢的管道去跟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查日期是什麼時候呢 很重要 2019年10月21號星期六早上2點03分 因為Michael Richardson在的時區跟倫敦是不一樣的 所以 這封信是這樣子的 那麼 Subject 是什麼 就是這主題是什麼 Status of Media Relations Request 就是跟媒體相關的一個詢問 給誰呢 好 好 這個姓是 這個是英國 對不起 這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Racher McGuire 回 回Michael Richardson的一封信 好 各位我們 呃 如果看了昨天的節目 你就知道 林環牆教授說的 四封電子郵件 拆穿了整個詐騙集團的謊言 這四封電子郵件都是在很早的時候 2019年那個年那個時候 往返得到的答案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事情才剛剛發生 才剛剛開始調查 整個犯罪集團還不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所以還沒有串供 剛開始得到的答案都是最珍貴 而且最真實的 到後來就開始顛三倒四的掰故事 所以這封郵件是在2019年10月21號 從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資料 與紀錄經理Racher McGuire手上寫信給Michael Richardson 來我全文照念 Dear Michael With reference to your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Please find below the information requested 你知道兩年多前他們還很客氣 每件事情呢都還會回答 而且也不會說你Vexatious 也不會跟你講說這是Personal Data 也不會跟你講說這是Privacy 也不會跟你講說你是阿公的同路人 他們會開始他們會講實話 現在什麼招數都出來不過沒有關係 告訴宇宙真心學院的同學們 別給他害怕 他給你說你Vexatious 你就再回信問他說 很客氣的問他說 請問我哪裡Vexatious 好 那他如果再說你什麼 這些紀錄都留下來 有一天呢 把他送上雲端 作為我們集體訴訟 一個重要的依據 所以當你拿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先寄給宇宙真心學院 先寄給我們 也可以寄給林環牆教授 也可以兩邊都寄 然後我們把他保存下來 好 第一個 這個他的問題是 What is the name and degree of 蔡英文's LSE advisor 他的回答是 PhD supervisor was Michael Elliott BA BCL 他是 Bachelor of Civic Law Occent Lecture in Law 好了注意看咯 他的 Michael Elliott 是什麼呢 他是 是這個 呃 民法的 學位 Civil Law 的 Bachelor 他跟你講說他是大學畢業 好 大學畢業哪裡畢業的呢 Oxford 所以他是Oxford 這個 牛津的畢業生 好 最後各位看到 他在倫敦政經學院的頭銜是講師 Lecturer Lecturer 可能可以去指導一個博士的論文嗎 這個問題我們提過 好 我們先不講 第二個問題是 What are the names of thesis examiners 好了 他的答案是 The school believes that information is held in full by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You can contact them using records management at London at ac.um OK 這封信證明一件什麼事情 在2019年10月份 詢問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蔡同學的口試委員叫什麼名字 得到答案是 わかりません 你可以去問倫敦大學 證明什麼 倫敦政經學院第一時間說了實話 因為他是 record manager 他說我們不知道 好 那後來倫敦大學不是也說他們不知道嗎 可見什麼 他們都沒有說謊 因為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沒有人知道 因為沒有這一天 因為沒有這件事 第三個問題 來了 What are What is the date of the thesis oral review What is the date of thesis oral review 就是 論文口試是哪一天 這個 information and record manager Bretcher McGuire The Linus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闖獲了 他回答 Michael Richardson說 PhD Viva was on October 16th 1983 博士口試 博士口試 是在一九八三年的十月十六號 這封信 告訴我們博士口試的日期 結果 網友立刻查了萬年例 那一天是 Beautiful Sunday 好 那怎麼說呢 所以從那一天以後 Michael Richardson也好 林環牆教授也好 我也好 我們都用各種管道去問他說 那一天是禮拜天可能嗎 再來就絕口不提哪一天 只說 Mid of October 一句話帶過 如果是十月十六號 確實就說是啊 就是禮拜天啊 不然你是要怎麼 不相信嗎 為什麼不敢承認呢 只有一種可能掰的 對不對 我們說不可能是禮拜天 沒錯吧 那如果真的是禮拜天 倫敦政經學院就說 啊就是禮拜天啊 如果禮拜天很正常的話 他就說那對啊就是禮拜天 那根本不用去 不用規避嘛 他只要說yes it is yes it was 可是 他絕口不提 從那一天以後 被我們質疑之後 絕口再也不提十六號這一天 那麼林元龍 蔡英文的律師也一樣 如果坦蕩蕩蕩 無不可告人者 我當年真的就是禮拜天去口試的啊 不然你是要怎麼 那我就大方的說 是的 就是1983年10月16號 如果我們在vexatious的問他說 誒為什麼可以是禮拜天 那連元龍就會去問蔡英文說 誒為什麼是禮拜天 那如果蔡英文是誠實的 他就說對的我永遠記得那一天就是禮拜天 因為我跟學校申請的時候告訴他們說 我禮拜一以後我就要到火星去 半年才會回來 我有很多理由 我非得1983年10月16號口試不可 According to the lunar lunar calendar 根據我國的農民力 該日諸事大吉 17號以後就是諸事不宜 所以我拜託倫敦政經學院 就是1983年10月16號禮拜天給我口試 其他的任何一天我都不要 我就不去了 學校說 好好好 我們史上最優秀的博士 看好你可以拿兩個博士學位 好好好你別生氣 倫敦政經學院配合你 禮拜天就禮拜天 那就產生了整個倫敦政經學院史上 唯一一個禮拜天口試的畢業生 如果這這麼棒的光榮事蹟 是不是比1.5個博士學位毫不遜色 那律師幹嘛偷偷地狀去改 這個口試日期呢 就大膽的說嘛 就是禮拜天啊 不你是要怎樣 對不對 這是倫敦政經學院 因為有史以來最令人驚奇的一場口試 他就在禮拜天 你還可以加碼描述一下當時的場景 對不對 我們公司 我們這個大學的這個 學校的職員還欺家代卷的 來幫忙處理行政事務 帶著小孩說等一下 兩個小時完了之後我們要去野餐 你還可以多描述一點 你可以再掰 還可以掰用力一點 你幹嘛偷偷地改呢 你幹嘛後來倫敦政經學院 你不敢承認是10月16號呢 這個10月16號如果是真的 那請問你10月15號出境 你如何10月16號到呢 姐姐特地飛來倫敦 參加我的口試 那可是姐姐跟我是同一天出境的啊 是1983年10月15號出境啦 民國72年 那個時候飛英國的倫敦 他是要轉機的喔 而且我的在航空界的朋友跟我說 飛倫敦啊 那個年代不是香港轉機 就是阿姆斯特丹在荷蘭轉機 所以一折騰下來 二十幾個小時跑不掉 請問蔡同學 1983年10月15號出境 你要如何在1983年10月16號口試 那如果真的是10月16號口試 你後來幹嘛偷偷改呢 現在我們網告馬上回來 請問蔡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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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 中文學 一籌 中文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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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关不了关不了政经 我们一直在讨论蔡同学在1983年那个荒唐的行事力 她真的有本尊有分身 忽而在美国忽而在英国忽而在台湾 那不管怎样她1983年10月15号跟她的姐姐蔡英玲一起出境 出境到哪里法院不肯告诉我们 这个入出境管理局不肯讲 你知道那个时候是 是出境是管制的 是要申请的 要填申请书的 所以她写个美国 她可能说我申请美国 然后临时决定要去英国 可以这样吗 那出境会没有机票吗 会不知道到哪里吗 那为什么不肯给我们 到底哪里见不得人 当我们的律师再去韩问的时候 我就被通弃了 好 接下来可能我的两个律师要被通弃了 好 那你刚刚说那10月16号哪来的 就是我们刚才看嘛 在2019年10月30号 Rector McGuire 英国的 Information and Record Manager Lunderscop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这个所谓的讯息跟记录经理就已经回复了 10月16号1983年 那这个日期到底对不对呢 好 当我们质疑之后 我们曾经去韩 请法院向伦敦政经学院跟伦敦大学 两边同时证实 我们收到了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务经理 Kevin Hens 答复我们的被告张敦涵 在妨碍民意案当中成为一个证据 这个证据上是这样写的 It appears from her student file From Michael John Elliott and Professor Leonard Lee Exam President Tsai's Thesis In October 1983 这一句话短短的一行字 大概十几个字 英文单字 透露了三个不寻常的讯息 第一个 蔡同学的指导口试委员 是两个人 一个叫做MJE就是Michael John Elliott 另外一个人叫Professor Leonard Lee Examned President Tsai's Thesis 她的口试委员是两个人 一个叫Michael Elliott 一个叫做Professor Leonard Lee 这句话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法务主管 伦敦政经学的法务主管 叫做Kevin Hens 回答法院的哦 就是回答张敦涵的询问 但是这是法院的证悟 法院财信的证悟哦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她说蔡英文的口试委员是Michael Elliott Helena Lee 哪里不对 第一个 Michael Elliott是你蔡英文 从头到尾说的你的指导教授 指导教授不能当口试委员 这是英国博士生都知道的 Common Sense 没有一个例外 从以前到现在都不能例外 因为英国的博士是私塾制 他没有口试 他没有考试 他没有上课 所以这个指导教授拥有绝对的权利 如果他当教练又当裁判 很可能会一手舞弊 假设他包庇这个学生 跟他有特殊的金钱往来 或者有什么样的关系的时候 你会无从查核 所以你的指导教授 绝对不可能是你的博士口试委员 没有一个例外 所以到这边为止 你可以直接静置判断 就叫蔡英文 你就是造假 出局直接喊出局 好那另外一个 就是他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中 第一次透露他的第二个指导教授的名字 口试委员的名字叫做Professor Leonard Lee 这个 Leonard Lee呢 他是刑法的教授 他是Criminal Law的教授 刑法教授怎么会去指导一个 经济法律贸易的博士呢 而且更违背规定的是 他们两个都是伦敦大学旗下的教授 根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改变的英国的学制 就是你的examiner 一定要有一个是external examiner 也就是说 你的口试委员一定要有一个是校外的 而且不可以有自己的指导教授 所以列出来的两个通通不合格 再来 这一个短短的一句话 透露了第三件事情 就是做贼心虚 他说 这个日期是October 1983 为什么不敢讲October 16th呢 为什么不敢讲10月16号 只敢讲1983年10月呢 因为出包了 不知道该怎么圆晃 好 还有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证据 你们早晚要面对 后面括号 第74页到75页 就是说 你这些资料哪里来的呢 从蔡同学的学生记录表的 73页 学生记录资料中的73页到75页拿出来 74页对不起 74到75页拿出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说明出处 这不是我随便掰的 是有评有据的 所以以后你不能说啊对不起啊 这个是错误 你还隐区说在资料的74到75页 而且我们在询问当中还得到一个很荒唐的答案是 伦敦政经学院说 蔡同学留在系上的资料高达273页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后来最近法庭上面她又改口说我们没有保有蔡英文的相关记录 到底是怎样 是看到贵吗 太不可思议 光一个日期都不拢 一个蔡同学的学生记录资料有273页 保存到现在保存完好 却没有蔡同学的相关的口试委员日期跟相关的资料 可是Kevin Hanks已经告诉我们了 那为什么透过whatdodayknow.com到行政法院 伦敦大学说他没有 说去问伦敦政经学 伦敦政经学说我没有 你去问伦敦大学 跑去问伦敦政经学法律系 法律系说we hold no records 那去看得贵吗 今天我广告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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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政经关不了关不了政经 听说这几天在台湾寒流来袭 气温骤降 所以我就想到了 我们为了生计福利社 我们最近呢 推出的这个帽子跟围巾 我好一阵子忘记了 忘记告诉大家说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产品 那我们盘点了一下 还有一些库存 所以 为了生计福利社 推出 就是我现在这个围巾跟帽子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为了生计福利社 好 老板被通气 然后又得ORMICON ORMICON刚好 跳楼大建卖 要买要快 要买要快 我们的为了生计福利社 推出来的这个围巾 还有毛线的帽子 一共1450 这是我们的军衣架 那我们推出这个商品 大家可以来1450购物网 了解一下 好的 我们接下来呢 要回答一个1450 还有包括冯光远 还有很多我们这个朋友都说 那伦敦大学说了不算 那你要谁说了算 这是个好问题啊 伦敦大学是个一流的学校 这毫无疑问 一点怀疑都没有 但是一流学校就一定不会有人 在里面动手脚吗 或者是说一流学校就不会有系统性的舞弊的事情吗 我看这道也未必 有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 这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夏学里 他的一篇文章叫做海纳百川 大学牟利之后假的变真的 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他还蛮有 不是针对哪一个个案 也不是针对蔡同学 而是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 呃 现在的整个潮流让大学教育 是不是有点总偏了呢 好 前哈佛大学校长 美国知名的法律学者 教育学家叫做Derek Buck 他在他著的一本书叫做大学合架 他就大学值什么钱呢 高等教育商业化 他的原文书名叫做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就是高等教育的商品化或者商业化 这一书当中是哈佛大学的 前校长他问到了一个问题说 他说从运动山网路教学到研究成果 只要价格合理都可以买得到 大学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出售的吗 大学可以出售运动山 大学可以出售网路教学 大学可以出售研究成果 是这样的吗 这是哈佛大学的前校长的一个大灾问 好 另外还有一位方永泉教授在评比 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 他更进一步指出 他说今天我们发现只要有钱 几乎任何东西都买得到 大学的教育跟学位也不例外 一句话呢 点出了今天这个拜金的社会的一个后遗症 当然我们不知道 蔡同学跟伦敦大学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迷样的交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中间一定有一个不得不然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伦敦大学呢在回复所谓的2022年的2月3号 那个所谓的official statement 他们不太敢正面的去说这个official statement到底是谁 草你的 可是看起来这个official statement草你的人的英文 不是挺好 很多英文比我好的人曾经在网络上指教过这一篇里面的一些英文的奇怪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篇像是一个量身定做写出来的一个statement 好像又有点不得不 这整篇通篇的statement三个重点 第一个 蔡英文有博士学位 第二个 他的这本论文是怎么不见的 我们不清楚 第三个 我们伦敦大学的人呢都没有作弊 你们不要怀疑我 这问题有点像 银行被抢了 那这个通常呢这个银行应该是去看看是有没有接手知道对不对 你说有个银行突然出来发表一个声明说 而银行被抢了这是个事实 至于怎么被抢的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员工呢都没有协议 and then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问 你难道不想知道银行是怎么被抢的吗 这个来类比于蔡同学在伦敦大学神秘的这个 1.5个学位 你难道找不到论文 因为没有论文就没有学位 论文从来没有入管 你难道不会怀疑说 那蔡同学为什么会有学位呢 那你又为什么可以找不到这个原因 却又愿意为蔡同学的学位背书呢 我想这些细节是经不起法律的检验的 等到万件齐发在法律上面的时候 我想在法庭上面的时候 这些事情是可以看到答案的 不过林环强教授也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从格达费的案件 从美国的West Virginia 的案件 从印度前总理 斯里兰卡前总理普雷马达赛的儿子 这一些案例 通通不是在法庭中 获得解决的 法庭有的时候不是找寻真相的地方 而且他可能是三五年后 才会给一个模模糊糊的答案 那么但是法律有很多的用途 他其实是可以搭配很多的调查 很多的舆论很多的压力 是可以发掘真相的 好我们再回到夏学里教授这篇文章 他说蔡英文总统的论文 跟博士学位的事件 争论未歇 而日前伦敦大学出人意料的 选择在暗地里打了一个引号 暗地里发布声明 更引发了正反两方的相互校正 支持者畅言 百年名校伦敦大学亲自背书 狠狠地打脸的质疑者一个重大的大耳光 但是反对者回击说百年名校要自己作件 我们也挡不了 至于总统府就说了一句 不知道讲了多少遍的话真的假不了 问题是你只讲了前半段后半段 我要告诉你的是假的 真不了 这篇文章说前阶支大学合架一书 就前面谈到这个大学合架一书 出版于2004年的12月 简单地说这个博客是在剖析了21世纪前后的一些美国大学的现象 他们如何从这个体育活动科学研究推广的教育当中牟利的这件事情 前哈佛大学校长伯克 很感慨地说 牟利对大学的核心学术价值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大学应该严肃地面对这个话题去挽回这个体系当中的问题 哈佛大学的前校长 他说他感叹在书里面说大学在金钱诱惑下积极的盈利 不断在基本学术价值上面妥协后退 强害了大学的重要使命 对这种寒凉景况 前哈佛大学的校长伯克振臂几乎 他说只有那些能力够强 可以强力捍卫学术价值 即使因为丧失裁员也在所不惜的大学 才能够赢得公众的信任 并博得教授与学生的拥戴 讲到这个很有趣 今天伦敦大学呢 如果还继续藏着 我们在伦敦有很多事情很难做 因为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故事 别人会说 当伦敦大学发布了这个所谓的官方声明之后 很简单嘛 我们从现在开始 宇宙真心学院在海外的同学大规模的做公关跟推广 各位宇宙真心学院同学 我们其实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性 我们也不曾谋面 但大家为了公平正义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那个伦敦大学的公开声明 寄去给你所知道的媒体 寄去给你所知道的教育机构 然后学校西方的一些你认识的单位 或者是一些人权团体也好 一些法律的知名的这一些机构团体 还有社会的公平正义 道德重整 不管反正你想到的 你都可以寄给他们 然后你就问一句话说 What had happened 这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就好了一句话就好了 然后寄给他说 等于是跟你的朋友去share这篇文章 我说过一个有新闻笔的新闻记者 一看到这个声明一定觉得怪 怎么会一个学校对于一个学生 他的论文从来没有送入图书馆 表现的这么冷漠 这么不关心 这么事不关己 只说it remains unclear 他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论文会没有进来 那这个论文没有进来 你怎么不会去调查呢 你不调查你怎么知道 蔡同学有博士学位呢 你不会怀疑说没有论文哪来的博士学位吗 一个百年名校 一点好奇都没有 然后就积极撇心说 我们的这个教职员工都都很诚信呢 就我们没问题哦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这不是好像一个嫌犯警察才按门铃 他就说哎 拿我们喜欢台哦 拿我们喜欢台哦 人不是我杀的哦 警察才刚按门铃说 他就急急于表态 好 这篇文章当中提到 夏学李教授他提到说 可惜世界顶尖名校接连的出现贩卖学历的争议 终于是这个让曾经任20年哈佛大学校长的博客大师所望 2019年3月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份长达204页的起诉书 联邦检察官宣布这是司法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学入学舞弊案 这个刑事案件涉及了有钱人假捐款真行贿的司法问题 当时还记得吗 格达费的儿子Zaiv Gaddafi就是这样子 他的爸爸捐钱给他的教授David Hale 换了儿子的安全过关 再来 这个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涉案的人横跨了演艺界金融界学术界其中还包括了很多教育机构的负责人 名校的体育教练还有那些入学考试的SAT ACT 的入学考试的人员 他们先后对于Stanford Yale南加大Texas Austin UCLA 的名校 还有Georgetown 这八所世界顶尖的学府行贿 涉嫌行贿的人高达53个人犯罪总金额超过2500万美元 就是差不多70亿台币 那么 呃 好 7亿台币 对不起 好 这上面的这个所有的 这些东西就是夏学李教授说 纵上百年名校要自己作鉴 可真是谁也挡不住 这件事情呢在美国还蛮轰动的 很多有钱人很多Celebrity就是很多的还包括好莱坞的明星 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把自己的小孩呢交给了一些专门包装孩子的表现的一些公司 因为你知道在美国不是靠一次考试定中生 他们没有什么指考啊没有什么推真 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类似推真这样子 就是你要把你所有的综合的表现呃 来这个提交作为一个申请书 那这中间就有很多造假的这个空间啊 有人呢去造假 说他是这个学校曲棍球的这个明星 结果这个人竟然不会冰上曲棍球 就这孩子竟然连溜冰都不会 这是奇奇怪怪的事情一大堆 好 那么这个百年名校要自己作鉴谁也挡不了 至于出自总统府的那一句话 夏雪里教授说出自台湾总统府的那句话 真的假不了 曾经在这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学入学舞弊案 甚至感到震惊的博客前校长 如果听到这句话 他可能他的反应会是真的假的不得了 这是台师大教授夏雪里所写的这篇文章 我想今天政经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们 我们之所以弃而不舍地追这个案子 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世界上权威说的话就一定对 所以呢我们在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是的我们是在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在挑战一个远超乎我们想象的巨大的弊案 这件事情终究我们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一定会赢 我百分之百的确认我们一定会赢 只是时间从去年我认为应该有一个转机拖到今年 但我绝不相信蔡同学有本事拖过今年 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证据简直就是多到了 你随便放到那个做个签筒把我们的证据编号 你随便抽出一个大概就要破案了 现在状况是大家都在装傻 不过没有关系装睡的人叫不醒 有一样东西可以让装睡的人醒 他总不能永远睡吧 耐心等候我相信公益一定会来也许迟到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拼的不是政治 我们不在乎这些小手段 我们在乎的是永恒的价值 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就是2月26号 这个张亚中教授在凯道 他现在本来他改到凯道上要办一个束缓针的活动 这个说来话长就说这个活动呢 张亚中教授叫我跟他一起合办 因为上次在凯道办了一次 我说好啊没有关系啊 呃虽然说他就是很多政治的意识形态跟我有一点出入 其实坦白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啦 比方说他对孙文非常的崇拜 那也很有研究 那我就是高中开始我就很叛逆 我对于那种教条式的东西三民主义什么 我就是不太爱念 然后对这些所谓的伟人呢 我总是带着批判的色彩 那跟我的这个叛逆个性有关嘛 好那呃大家对于这个历史东西有些不同的角度的看法 那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学文史的啊 我念物理念新闻念公共政策 我对于历史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很太多的史学方法研究的背景 那呃最近因为2月26号要办这个束缓针的活动 那刚好这个张亚中教授在这段期间 他对228事件他有他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很好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一些思辨的能力 啊不要被喂了就是不要被强冠的一些 呃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就认为那一定不值得怀疑 这就是宋朝学者张哉说的 于不移处有移方式敬意 那么但是最阵子呢 他就常常接受媒体的访问 大谈228事件的这些他的不同的观点 那就很多朋友跟我说彭P你叫怪疑啊 你被骗了 张亚中教授要跟要你去背书 然后他要去大谈他的228的这个历史观 跟这个我们所认知的228大屠杀的这个历史观是不一样的 那我真的蛮无奈的 因为很多人这样跟我讲还不只是说绿的朋友 有一些根本就不相关的人 他说彭P你要小心你不要被不要被框了 那我其实我个人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思想 每个人对事情都可以有不同的见解 那你只要研制成理 你只要本于证据 呃别人不接受也没有关系 因为地球是圆的也很久很久都没有人接受 所以我们对事情要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但是我唯一觉得有一点点不安的是说 228事件有很多人遇害 这是事实 而且这些人的孩子孙子很多人现在都还在找真相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还没有愈合的社会的伤口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值得探究 但是探究的背景跟方向绝对不是呃 呃什么谁杀谁比较多的这种这种呃我其实很不喜欢把它分成什么 外省人杀本省人呃分省人什么 这我觉得在我眼里人就是人 OK那呃你一定要分我是说真的呃硬要分外省人有很多好人 本省人有很多好人外省人也有坏人本省人也有坏人 那在那个年代呃蒋介石因为非常怕匪谍 因为他在中国已经被匪谍整了七云八速 所以在那个年代任何人只要被构陷成为匪谍都非常非常的惨 所以很多人公报私仇就去到处乱检举 所以在那个白色恐怖时代产生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1945年呃一直以来啊一直呃很多的 台湾有很多的这个呃本地人跟外来的人这些冲突 所以导致了很多的呃不幸的事件 那当然因为呃蒋介石来到台湾之后高压的政策 再加上我们家也亲身经历过那个四万块换一万块 四万块换一块钱的那种经济政策 那个经济政策其实就跟抢劫没有两样嘛 各位想想看如果你有四亿 用四万块换一块你只剩下一万块 那当然会很多冲突跟民间的很多的不满 所以爆发了当时的这个二十八世界它是有脉络的 那因为我不是史学家我也我得到东西也是极光片语啊也是 就是都是那种引书验说啦 呃进城储物啦不是极光片语引书验说进城储物 都是那些不完整的东西 所以我也不敢讲我知道的历史或者我被灌输的历史是对还是错 只是这件事情就刚好跟素环珍这个活动有一点点的小冲突 因为呃我们的想要了解论我们真相的人不一定有能力 或者不一定有兴趣或者他们不一定认同这样的一些看法 就纷纷来劝阻我彭P你不要被骗了你真的不要被骗了 有点烦你知道后来我就想一想说那般这样子嘛 这活动我就暂时不参加免得大家为了我要不要参加在那炒个不休 可是后来我一位好朋友啊 他跟我说他说他觉得论文门的真相是一个很高的价值 不要被其他东西给稀释了也不要被其他东西给 呃就是改变了方向他说今天绿营的媒体或者是绿的支持者 很多人不愿意去探寻这个真相那我们很多的朋友他他可能在政治上是支持蓝的 或者是对于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愿意追论文门愿意了解这事情的真相 那大家为什么不能够放弃成见为了这件事情大家一起来努力呢 我想想也对只是不要被人家做这种无谓的联想或衍生而让论文门的这件事情变了掉 所以我就想说那般这样好了我还是欢迎大家参加 那我个人就先这个活动我暂时不参加免得两边这个炒不休那至于那个那个办才艺比赛 然后得奖的人我答应过吗我说我陪你跟你一起去等我回台湾 我跟你一起去台北看守所探监带你去看蔡同学看黄伟看这个刘成武看姚念慈看这个邢太昭看黄国中 我说OK的那我们去探监顺便跟这些人分享那用圣经的话语去跟他们让他们得遇见神 让他们可以了解真理那我个人对他们呢我觉得你说没有怨当然是骗人的 你你你你整我整的很惨嘛对不对但是你换个角度来想我因祸得福啊我借着这件事情做一次司法改革 这个跟社会运动我觉得他们丰富了我的人生下半场 You lied to my life 好那我就回到这个226这个活动我还是觉得大家应该把追求论文们真相以外的事情先暂时放一边 就针对论文们这件事情那后来我跟这个张亚忠的呃教授的这些呃就我们有有透过朋友那有一些接触 他跟我promise他给我保证他说他绝对不会在226的那个呃凯道现场上去大谈228他说不会干这个事大家不要挑拨离间那我说好那因为28这件事情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我是说真的三言两语讲不清楚 我很有感触的一件事情是台湾在传播界广告界有一位大佬 他是我爸爸我父亲在东门国小的学生跟我姐姐同届我们都还认得他小时候就知道他因为他功课非常好然后很优秀的一个小孩 他是典型的外省人他的父亲 228被枪毙 那有一段故事我听了都掉眼泪因为他他被枪他爸爸被枪毙的那一年是他小学六年级 他的班导师就是我爸爸彭在先所以他是我爸爸带的学生在那一年他家遭遇了这个不幸 而他的父亲是被陷害的他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文化界的人是被陷害的这毫无疑问就是被当成匪谍 那我的这位东门国小的学长这位非常有名望的人他也是教会界的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前辈 他在一次做见证中说过他说他记得他爸爸被抓走以后他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见到父亲有一天被通知说要去见父亲他很高兴 结果到了监狱隔着那个铁笼子见了父亲最后一面那时候他不知道父亲要被枪决 就是救他的父亲呢他说他记得那时候他父亲旁边还有其他的犯人 他的父亲跟监狱里面的其他犯人讲了一句话好像是跟管理员吧反正就是带他去见的这个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话 介绍他的儿子就是我的那个学长他的父亲的遗言他听到他父亲人生最后一句话是他对着那个监狱的管理员的样子 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儿子他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 这是他听到他父亲最后的一句遗言 是那个时代二二八事件中一个悲剧 这个悲剧是发生在我身边最近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家在乡下深山里我父亲可能不知道到几岁连鞋都没穿 所以我们家既不是权也不是贵更不是望族也不是士生 所以二二八这种事情轮不到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家是一个没有人会对我们怎么样毫无威胁性 不管政治或经济地位所以我的亲戚朋友放眼望去我没有办法直接找到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 但是这个我东盟国小的学长我爸爸的学生是我最近的一个案例 这个事情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我觉得好痛好心酸 不过我觉得历史的伤痕要慢慢平复可是历史的真相呢却要努力的找寻 这一个精神跟态度不就是我们要找寻论文门真相的一个很大的原动力 好总之一句话我还是鼓励大家不要想太多也不要恒生之劫去凯道二月二十六号参加速还真的这个活动 大家一起来找论文门的真相让其他的事情归其他 让追求台湾的公平正义的这件事情大家一起携手合作 接下来呢我要来看看this is a note 又闹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们要看到九十页九十页第二行我们最近不是讲到吗 那个chapter one 的one竟然用手写 第二行第一个字不管它是什么字我想 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知道每一行的第一个字要怎么样 要大写 结果这一行呢就是上面数来第二行seec 就是你要怎么 竟然给我写小写这个简直就是我觉得这个程度应该是三保幼稚园的英文考题的挑错题吧 一行的第一个字应该是大写 一行的第一个字应该是大写 这位蔡同学给我写小写 好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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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